上個禮拜的重點就是黑名單篩選 裡面其實主要是錄製聚集 另外的話也可以自己寫 錄製聚集其實有一些可能小技巧 例如你在錄製之前一定要彩排一下 不要那麼有自信 因為你如果錄下來不對東西 它也會變成程式 會有一些垃圾出現 另外的話還要注意一定要加註解 註解其實也是程式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錄完之後 請各位注意再加上註解 這件事一定要做 其他還有像 有沒有加上註解這件事情 OK 那註解將來你們報告裡面 我是希望你錄製聚集也要加一下 不然的話我看不懂 當然我知道你在錄什麼 可是問題是 你沒加註解 變成你自己回頭看也會看不懂吧 你到底做什麼忘記了對不對 下次如果要維護程式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其實程式還有一個問題 將來有可能會有bug 那你要怎麼把它解掉 解掉的話你要知道說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那在什麼地方出現錯誤 你要往前推才能夠找到錯誤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最後是把它改成用VBA直接來寫 那你會發現錄製聚集 它缺點滿多的 因為它是記錄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尤其是滑鼠 那可是如果你改寫成VBA程式的話 馬上可以看到這程式變少了 OK 所以 但是難度也變高了 不過這個取捨我想請各位就是自己再花點時間 因為你如果實在是沒辦法改成VBA的話 那沒關係你用錄製也可以 那如果錄製完之後你想要再去變更的話 你可以在網路上Google或者就是反正查一下 OK 盡量 哪怕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在報告裡面跟我講說 老師我試著查什麼資料 但是實在沒查到 所以也許我之後的話 我會在某部分再加強再努力等等的 但是我是可以接受 你可以定一個目標讓我知道一下 也就是寫程式之外 其實你可能還要懂得會敘述 還會說明一下 就是說你做的過程當中 你如何做 那做的過程當中 你遇到錯誤或問題 你如何解決 這些也是要敘述一下 OK 那有可能有解決 有可能沒解決 那解決哪一些 沒解決哪一些 OK 那你要呈現什麼東西 那最後寫一下你的心得 哇 其實就可以寫很多啦 對不對 這看個人 我覺得 當我以前發現 文學同學 文科同學好像真的比較會寫 但是做得好像不怎麼樣 但是理工科的同學剛好相反 做得很怎麼樣 但是實在不會寫 兩三句話就沒有了 我真的 我很期待說他的東西 其實程式寫得還滿好 但是問題是 文字就很少 寫兩三句話就沒有了 就這樣而已喔 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給他打分數 因為他做得很好 但是他不會講 這件事導致 我是希望你們將來是可以折衷一下 就是說你又會做 那你又會敘述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啦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喔 最後程式是給別人 給人用的 而不是給機器用的 所以呢 你變成說你會做這件事 其實你是一個橋樑的角色 也就是說你是 透過你把程式撰寫完畢之後 然後能夠跟電腦良好的溝通 讓電腦知道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OK好 那這個今天的話 我們就來進一步看下一道題 那這一道題呢 主要第一個也是去爬資料 OK 第二個的話呢 是畫圖 所以重點就是第一個 把資料爬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資料裡面 總共有十個欄位 因為有匯率資料 總共有十個匯 十種匯率 那我希望畫十個折線圖 並且畫在同一張工作表裡面 大概是這樣而已 OK 那要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是把匯率下載下來 那匯率這邊我找到一個啦 也是開放資料 我找一下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 這個還蠻熱門的 好像下載的次數還蠻高的 那裡面的話 總共從美元 到新台幣 一直到紐幣 美元 反正有十種的匯率 然後呢 這個是 金管會 提供的資料 那如果說他提供給我一個 CSV的連結 就這一個 然後並且告訴我什麼 Ema 這邊有個連結 然後並且告訴我 他編碼方式是BIG5 那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們有一個練習 就是給他網址 第一個 另外他給他編碼 編碼如果BIG5的話 還記得說 數字是多少嗎 950有沒有 如果UTF8就是65001 有沒有 這個 最好是稍微記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 這個 這個資料 從 網路上抓下來了 OK 所以這地方 這個範本其實我這邊有提供 所以你們可以 在第二頁的地方 可以有一個範本如下這邊 這一段程式嘛 你把它先Ctrl-C 這個其實前面也有用過 主要是利用那個 Query Table 這個物件 它裡面建一個連線 連到網路上那個網址之後 告訴他說哪一個 哪一種編碼方式 所以待會你們Ctrl-C一下 OK 然後Sub到EndSub 然後呢 接下來開一個Excel 的空白的一個活躍簿 那並且把那個程式貼到那個VBA裡面去 那VBA現在沒有嘛 所以請記得呢 箭頭上其他命令 把那個制定功能區的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呢 在Visual Basic 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裡面 記得呢 如果你要把程式貼上的話呢 一定要先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呢 把這個把它放大一下 把模組裡面呢 貼上剛剛的那一段程式嘛 那姿態小的話呢 工具選項 把撰寫風格裡面呢 字稍微放大一下 把它放到14號之後 這樣比較清楚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範本裡面呢 再填上兩個訊息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編碼 就OK了 那編碼就這個啦 就是Pattern Form 後面輸入950 OK 第一個問題解決 因為我知道Big 5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網址 網址的話呢 剛剛我們這邊有一個 匯率資料嘛 有沒有 我把它點開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嘛 這邊有一個檢視資料 有沒有 就是資料下載 這邊資料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有一個下載網址 你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記得把這個網址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TEST分號的後面 分號的後面 算號前面 Ctrl-V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不過可能要檢查一下 有的時候貼上好像會有個情況 就是這邊會多一個空白 或一個TAP 千萬不要喔 如果有的話會發生錯誤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其實這個程式非常簡單 這個範本我想 將來你也可以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反正只要知道網址跟它的編碼 基本上呢 就可以把資料從網路上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把它執行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資料從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下載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就會download下來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A欄的話呢 是日期嘛 你可以看到2023年的4月6號 到哪一天呢 Ctrl-V向下 到5月25 就昨天的 那匯率資料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美元對新台幣 高高低低的 有沒有 然後人民幣 然後歐元 然後美元對日幣等等的 那可是問題呢 假如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數據資料馬上變成一個圖的話 因為你看數據一定沒有圖來得好理解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要畫一個圖 並且我希望它能夠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右邊空白處 那我希望 而且我是希望說它可以放在哪裡呢 放在M1這個儲存格 這個起點 然後呢 大概我希望10欄 10欄大概到V吧 這邊數過來應該10欄 然後 10欄大概是這麼高 也就是說我希望畫這個圖 幫我把它畫完放在這裡 那總共有10個欄位嘛 那當然我要畫10個圖 有沒有 那如果10個圖 當然以後是希望盡量不要塗髮 因為每次假如10欄你就做10次 那如果20欄幾乎20次 那如果100欄你要每次都100次嘛 而且每次都還要再來一次 那不會浪費時間嘛 所以如果把成字寫完之後啊 事情就非常簡單 按鈕一按資料更新 再一按圖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喔 先把資料下載 其次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插入裡面的這個折線圖 有沒有 這邊有個折線圖 把這個折線圖給匯製出來 可是這個折線圖要怎麼匯製喔 首先的話 折線圖這個地方喔 前面有用過啦 其他概念大概就是 橫軸就是時間 就是日期 一般是日期 或者數字啦 中軸的話就是匯率 匯率的高低嘛 哪一天多少哪一天多少 所以如果你要匯製一個折線圖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A跟B有沒有 一起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 幾個方法 我習慣是A1拉到B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兩個就會一起把它選到底了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裡面的那個折線圖 我用這個 有一個叫 然後還有標記的折線圖 那你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的圖理論上應該就會出現了 OK 不過你可以看 奇怪 為什麼這個資料怪怪的 它變兩個怪怪的線條 而不是像那個有波浪狀的一個匯率 主要原因呢 為什麼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日期有沒有怪怪的 跟各位講喔 我們雖然看得懂啦 人看得懂 但是Excel看不懂 因為Excel呢 它會認為是日期的話 一定要加斜線 有沒有 所以呢 有幾個辦法 你就把它補斜線上去就可以了 怎麼補喔 就是這邊 當然你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我知道 這邊自己點兩下 然後自己補兩個斜線進去 然後再給它打勾 如果 當然這個動作做一個之後 有沒有發現這個 發生變化了 這個它看懂了 有沒有 下一個呢 再來一次 可是呢 你會發現喔 哇 這個如果一百個 你其實不是要改一百次 它用了時間了吧 有沒有 又變了第二個 不對啦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想辦法 有沒有什麼批次的 快速的方法 把它解決掉 不然的話呢 就很麻煩 當然呢 最好是 Excel本身就有 比較聰明的功能 直接你做一個 它會問你 是不是它底下全部一樣 但後來發現 好像這個功能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你要自己想辦法 OK 那怎麼做呢 當然如果你不寫程式的情況 再把它先刪掉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情況下的話 我先在B欄的地方 先按右鍵喔 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呢 其實喔 如果用公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前四個字抓出來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再把第五第六個字抓出來 後面再串一個斜線 再把尾巴兩個字抓出來 串在一起 這樣不就有斜線了嗎 所以如果你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接下來用文字 先抓前面的四個字的話 用left 然後left什麼呢 這個字嘛 然後幾個字 四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黏出現了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and 加一個斜線 斜線記得前後要加雙一號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OK 然後你打勾 因為你先打 斜線出來了 然後再and什麼呢 and04 所以04的話應該在中間 所以應該再來就是用mid 所以這邊的話用mid mid的話呢 這個文字裡面呢 取第幾個呢 應該是第五個字 要幾個 04應該兩個字 OK 那04就串過來了 打個勾看看 OK 這邊有04了 然後面的話 還要再and什麼呢 一個斜線 OK 然後再and什麼呢 那就right 所以你直接插入 或者直接打來 有時候我也習慣用 直接打一個right R-I-G-H-T 它有時候會自己出現 你點兩下 然後呢 直接跟它講這裡的資料 然後幾個字 尾巴的兩個字 right 二 後刮一下 好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呢 向下填滿了 就全部OK了 那再來你只要把這個資料 複製之後 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但是貼上你不能直接貼喔 如果你直接貼喔 它會發生REF的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目前的這個資料 是一個公式 你貼過去的話呢 它是參考A2而來的 結果你把它貼回A2不見了 那當然它又發生什麼 參考不到 那怎麼辦呢 你複製完之後 記得貼的時候 請你用選擇性貼上 然後裡面有123 有沒有123就是值 值的話就是不要公式喔 你幫我把上面它的值 直接貼上就好了 OK 好 這樣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然後呢 就把B欄再把它刪掉 欸 不就OK了嗎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方法雖然不錯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假設喔 因為每天匯率都會更新嘛 那明天匯率又更新了 那你如果再跑一次程式的話 這個日期一樣 會回到剛剛的狀態 那你的話再來一次 其實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最好怎麼樣 想一個辦法 其實說真的啦 我是建議啦 如果像這種狀況喔 建議就不要用公式 直接寫VBA就好了 所以呢也許寫一個 叫什麼 修正日期的一個SUB 然後直接把它匯率下載完 自動修正 這樣就解決了 只是要怎麼寫比較簡單 其實邏輯跟剛剛公式一樣喔 只是說把它轉成VBA而已喔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把那個匯率下載 然後試試看 這個 把它改成斜線 另外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它寫一個 修正這個斜線的那個喔 比如說我重新再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它又恢復了 欸不對 每次都再來一次 那幾乎再來一次啊 所以最好是下載完之後 直接就把它修正了 那怎麼做 想想看 OK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話 哇那工作也很輕鬆了 對不對喔 其實跟各位講啊 每天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這種問題 你不會土法煉綱 你會寫一個程式一勞永逸 OK 那如果每個地方都可以這樣 你寫個程式解決 這樣我覺得你工作效率怎麼會低落呢 OK 而且應該工作起來也相對會比較有成就感吧 我覺得 OK 自己是欸對 突然又發現自己的能力又進步了 這應該滿開心的吧 OK 每天都有新鮮的東西嘛 不然每天都 每次要想到上班 就覺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很多上班族 星期一就是變得很不入嘛 OK 因為 哎呦他上班了 應該沒有人說 啊星期好棒喔 我要上班了 太好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是 熱在工作的一個人 OK 所以如果可以自我調適一下 可以調適成 你非常喜歡工作的話 那盡量可能還是要想方法 讓自己這個工作效率提高 因為 像這些東西 在職場上用的非常非常普遍 但是在學校 這個 怎麼講 學術研究裡面 不一定那麼的看重 OK 所以會變成你們進入到職場之後 會有一個很大的產學落差 學的跟用的完全沒辦法打上的問題 所以建議可以稍微想想看 好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把修正日期 接下來就是 繪製什麼呢 繪製所有的折線圖 所以下一步的話 就是把每一個折線圖 全部有十個折線圖 我是希望一個程式按鈕按下去 就自動全部畫完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刪圖 按下去全部刪除掉 每次按下去就資料重新下載 然後按一下就全部圖就出來了 放在你想放的位置上面 然後你要刪就把它刪掉 這樣多好 OK 感覺還蠻好的 然後你說老師這個很像Power BI 對 Power BI做的事情跟這個幾乎很接近 只是說Power BI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Power BI裡面不能寫程式 它裡面只能下很長的公式 它公式真的是 跟那個也是很像 但是又不一樣的東西 微軟為什麼又突然變出一個什麼 DAX這東西 那你不如把VBA放進Power BI就好了 但它不是這樣做 所以其實Power BI 優點是說它可以 繪製很多漂亮的圖是沒錯 但它缺點是它沒有辦法 透過類似VBA的程式 做一些客製化的這種處理 這個是它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一個 你說缺點它也 可能是需要會再改變吧 而且我在想會不會以後Power BI 它也會導入一個程式進來 我想應該也有可能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剛剛講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透過程式修正這個日期的部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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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